我们这次将会在陆债计划之下 发行不少于150亿港元的绿色零售债券 给我们香港市民 即是持有有效的香港身份证人士去研究 我们会视乎市场的情况 考虑将发行额提供到最多200亿港元 为了让市民更容易理解相关安排和参与其中 我们会采用和去年绿色零售债券 相约的一些发行条款和模式 其中包括三点 第一,陆债的面额和每首的申请价都是一万元 另外发行年期是三年 第三,债券持有人将会每六个月 获派一次与本地通胀挂勾的利息 而利息不会少于4.75厘 债券认购期是由9月18日早上9点开始 直到28日下午的两点结出 债券将会在10月10日发行 并且在第二天在我们联交所上市 政府发行绿色债券募集所得的资金 会撥入基本工程的储备基金 为具环境效益的项目融资或作用资 我们初步是因算了几个和市民生活 相关的合资项目的例子 是给广大市民参考的 包括第一,是属于适应气候变法类别的 这个尖沙咀雨水排放系统改善工程 第二个是属于水及废水管理类别的 提升新界东北污水收集系统 第三个是属于绿色建筑类别的 在将军澳成立的政府中约检测中心 第二个是属于尖沙咀雨水排放系统